什么叫绝华的定 你要知道那根本都是 你一体大觉心体的绝华的开发 那是你念念博尔的心中的念念的等持 叫做定 本来常住就是自在 本来常住 本来者自也 常住者在也 那是一切万法的根本 信中的统御就是王 你不都在这边猜吗 猜犯恨吗 那就是行犯行 你才是真正懂得犯行人 你才是下手犯行处 所以你念念之间你会发现 你每一天都是在这边思维的 而且每天的思维之中 都没有离开你现前的所有的一切应用 因为没有离开过你现前的利益运用 就是每一个起心动念 每一个念头起处 你都会念念回光 不过是离开念头 有一个新一个念头叫回光 而是你能够担当 你念头任其起 但你当下都能够照查 它根本都是你的决体 叫做翻译行女 过去在念头当前 任其起 你就随它染造 随染 说染 凡夫 将来你要想要克制 让自己不随念头去染 外道 最初体会其实是染道 其实是一体是绝 所以看的是染时 它全注于绝体 声闻 根本直下担当 能染处不就是大绝 大绝本来能染处就是你绝体的亲近 绝体的亲近 根本不为惧它欠欠的能染 不为惧能染时 那才是真正超越一切染中的液感势力 这个是不参心性根本的人 根本难以体会的 就像静体 它能够照出种种千变万化时 它当下千变万化 才是它最亲近处 但你说那 成千变万化最亲近处 那我是剁在千变万化 种种差别里吗 你剁在差别 剁在千变万化 剁在差别里就不是千变万化 因为千变万化你没有办法剁 你要剁都是剁一法一向 千变万化你怎么剁 既然能千变万化就表示你根本不剁 你剁了怎么能够千变万化呢 所以不单是福门中主是讲 在世间上我们祖先也如是说嘛 不变随缘随缘不变 这以不变应万变嘛 能应万变的一定不变不是吗 这不是你根本心体的本来面貌吗 不都是你天天在用的你本来心性之中常住功德嘛 为什么在变当前都不是常住嘛 那就是缘起生生灭灭的事情 但是没有这些生生灭灭哪有感觉哪有决心呢 但是就在生生灭灭 绝这个念头生 绝这个念头灭畜 那个绝可曾有生灭 从来没有生灭嘛 所以从来不生灭畜 它就是不变嘛 不变所以它才能随缘嘛 所以你在这个任何感受之中 你才发现有一个决体之中 常恒不变叫常住之法 常住之法 所以它才能够念念 能够呈现种种差别 万千差别 当你明白这个道理时 你将来就在每一个念头上面 你根本不坏种种众生像 你直下就担当回光 它的本来面目是谁 这就是汉传佛教的直指 见信法门